树叶小养糖红薯高质高产就差这三件事 第一一定要及时除草 杂草过多呢就会与红薯争肥 生产茂盛又会植光 影响树叶的光合作用 从而影响了红薯地下块根的养分积累 导致减产 不过小顾呢还是要提醒农民朋友们 红薯种植中后期的除草 千万也不要偷懒 靠除草剂来除草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第二呢一定要及时补肥 在生产中后期呢 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下 静叶的迅速生长 伴随着光照的加强 地下薯块也随之膨胀 快速增重增大进入了膨胀期 如果这个时候呢缺肥 营养会跟不上 会出现红薯细小的情况 使用喷雾器无人机向页面喷嘴 让红薯快量和个头都有很大的提升 第三要注意及时排水 红薯的抗旱不耐烙 进入生长旺季呢 雨水也会增多 注意防止地面积水及时的排水 否则红薯的水分大 不好吃 也不利于淀粉的积累和后续的加工 同时呢不容易储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